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说这个公司基本上是美国最大的一个房地产中介的一个上市公司 在其当中21世纪是唯一一个出力国际的品牌 在美上市的中国房地产股票主要有搜房网 代码是SFUN 还有乐居 代码是LEJU 搜房网是全球排名第一的房地产家居网络平台 最新的季度与连度业绩纷纷暴喜 2013年全联营收6.4亿美元 同比增长48.1% 净利润3亿美元 而乐居2014年第一季度营收狂增97% 来到7850万美元 此外 最近一个大新闻 就是美国房地产信息网站的ZERO 代码Z宣布以35亿美元 收购在线地产公司Truly 每在线房产信息市场 一个庞然道路即将诞生 因为据CompScore的数据显示 两家公司用户总数占市场比例为60% 在房地产行业日益完善的今天 房屋金融借贷 顺利涨升 夏天大事 恐怕非在线财务社区Lending Club的IPO莫属 这家公司不光获得了科技大佬谷歌15亿美元投资 还被不少投资圈类人士期待 如美国前财长萨莫斯 互联网女皇 风投KBCB的投资家 Mary Maker都是该公司顾问 许多人可能不知道 Lending Club在中国目前通过点融网这个平台进行运营 点融网CEO兼创始人苏海德 就是Lending Club的联合创始人 7月下旬 点融网就已经同CTC签署备忘录进行合作 将集合两家公司的优势提供在线金融资 对这个P2C的模式是我们最近创建的 是一个比较unique的一个模式 你可以怎么说 就是说想象一下在美国的 我们的灵感主要是想象在美国的Lending Club 和Prospor 这是两个P2P的一个笔祖 但是我们发觉我们的P2P跟中国所有的P2P 包括Lending Club跟Prospor 还是有一个很大区别 第一个区别就是你会发觉Lending Club跟Prospor 都是以Credit-based 而包括我们中国大部分的P2P 无论是宜信啦 其他的品种 基本上都是以信用为主的 那这样的话 其实对那个投资人 是没有一个担保 没有一个抵押 它风险还是非常高的 就是说我们的P2P是以房地产为抵押的一个P2P 双方的合作模式是由CDC提供拥有房产的借款人 在点融网上推出有不动产担保的经营性借款标 点融网利用自身的平台优势 不仅能迅速在线上目击到大量的投资人 还能通过出色的技术能力 大大降低以往传统行业 在线下获取投资人的成本 点融网CEO 同时也是Landing Club联合创始人 及原技术中间苏海德表示 21世纪中国的不动产在依按手房产 市场上的领先地位 以及点融网在技术上的优势 可以让那些拥有房产 并寻求创新型抵押贷款的借款人 和点融网上庞大的投资人群迅速联合起来 我们期待比CDC在未来有更加紧密的合作 CDC目前市值2000多万美元 发行盘不足1500万股 流通盘仅为700万股 在如此多的行业利好情况下 这股的机会已经出现 我们看到最近该股持续放量 走势也是极为强劲 连续数都走高 8月1日收盘在中概股中名列前茅 近几个交易日也一直都在上涨 很显然正是由于Landing Club的即将上市 先知先觉的资金已经提前布局 因为CDC可以说就是Landing Club的精华版 前途无量 从下头的技术指标来看 CDC的DMI动能指标显示出飙升的形态 并且正在形成以美国著名投资家 奥利亚命名的奥利亚飞饼形态 其Cup and Handle 这些都是流股诞生的黄金指标 对于CTC 我们中期看涨物标区间是4到6美元 时间范围是未来6到12个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